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我们介绍一下日志解析 那么从一个系统管理员的角度来讲,不学习一下日志解析 可以说呢对文件处理的了解是不完整的 因为系统管理员呢经常要去查看日志 从日志里面呢去获取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那我们今天呢就以Apaq的访问日志为例 来学习一下潘粉脚本的怎样从这个访问日志的结构当中获取到有用的一些信息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Apaq的访问日志的内容结构 Apaq呢有安装到各种平台上的版本 那么它的访问日志呢都差不多 我们从Windows下安装的这个Apaq日志当中来看查阅一下 我们打开Apaq的安装的这个目录 我们这里呢是放到了这个程序程序文件下 Apaq基金会Apaq 2.2的 那么这个Apaq安装的这个文件夹下有一个文件夹叫LOGS 这就是日志,放日志的文件夹 在这个文件夹下呢有三个日志 错误日志,安装的日志 还有这个访问日志 Apaq就是访问日志 我们来看一下访问日志里的数据 用文本编辑工具把它打开 我们看这就是每一行就是一个日志 那么这一个日志当中呢 它都是用空格格开的 比如说第一个字段呢就是这个访问的IP地址 那么这里呢这个日志里面呢比较少内容 就只看到了这么一点点 访问的这个IP地址呢就都是127.0.0.1 那么后面还有一些包括年月日等等 还有这个方式get方式 以及访问的要访问的这个网页 后面这两个数字 后面这两个数字呢中间都是用空格格开的 后面这两个数字呢就分别是状态码 跟这个输出的这个访问的时候 发送了请求以后 然后返回的这个字节数日志 访问输送的这个字节数量 最后这个是字节数量 前面这个呢就是状态码 200呢就是正常的 好 那这是其中的一个日志 我们再来看另外的日志 再找一个日志 当然我们这台机上呢装了不只是一个APA旗 还有其他的位置的集成的 还有一个安装APA旗呢 是在XAMPP集成的这个文件夹下 这里面呢也有一个APA旗 在这 找到这个APA旗以后 下面呢也有这个日志 承放日志的这个文件夹 这里面呢也有访问日志 这个访问日志呢就稍多一点 我们把它也打开看一下 也是用稳稳编辑工具 把它打开 那我们看这里面的数据呢就比较多 前面呢还是老样子 是IPD子 我们这里呢基本上都是 都是我们当前的本机进行访问的 然后面呢就是时间等等 以及get方式 get到的网页 就请求的网页 然后是状态码 这个是状态码 这个呢就正常 后面呢还有这个输送的字节数 那么这个日志里面呢 它的这个结构后面还有其他的字段 前面我们看到那个日志呢 就只有一个 我们这个日志里面呢 后面还有两个 包括一些浏览器的信息等等 内容就比较长 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日志文件的结构呢 是不同的 有的是完整的 有的日志呢是没有后面的一部分 那么这一根 跟我们的安装的Apaq 包括版本以及配置文件呢 都是有相关的 我们现在呢就想从这种结构当中去提取 一个是提取IPD子 另外一个呢 我们还想提取一下这个访问日志的状态 这个状态呢是中间的数据 中间的这个状态码 然后再往后呢 我们还想读到这一条访问日志中的输送的字节数 字节的数量 我们想得到这样的信息 那我们就以这个Apaq的日志结构为例 我们来介绍一下 Panfit的脚本 怎样去这个 怎样去写Panfit的代码 去解析这种日志文件 首先呢 先写一个Panfit脚本 用来用来这个设置一下 以空格的方式 把这个日志 这一行日志进行拆分 怎么对它进行拆分 拆分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自己写函数 把它提取成一个字典 类型的去提取它的 提取它的 一个是 IP地址 IP地址 也就是那个请求的那个客户段是谁 另外一个呢 我们想拿一下它的状态码 以及呢 发送的字节长度 我们就要这些数据 其他的呢 我们不清楚这个结构 我们可以不用去管它 那么 我们在看别人的这个日志的时候呢 都是这些内容 都是这些相关的这些内容 包括时间啊 日期啊 方式等等 我们现在呢 就想从这种结构中提取三个数据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回到这个 乌班 乌班图这里面 我们新建一个 攀份的脚本 我们写一个攀份的脚本 然后去解析这种日志 先写一个 用以空格方式来进行拆分的 这个终端呢 打开以后呢 是等一下我们要运行 运行这个攀份脚本的 那先放在这一边 不用去管它 然后我们开始打开文本编辑工具 就可以去写一个攀份脚本 用空格进行这个拆分的 好 那首先呢 先保存一下 把它存成一个攀份文件 我们这个呢 就叫做Apache日志解析 以空格的方式解析 其的名字就叫 APACHE Apache 下话线 日志 LOG 下话线 然后解析 PARSER 下话线 SPLIT 点PY 文件 单击保存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脚本我们就开始写了 那这个脚本呢 首先 我们 首先呢 我们要设置一下 它的运行的环境是攀份 警号 感叹号 斜线 USR 斜线 DIN 斜线 ENV 空格 攀份 启动攀份的解释器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 先导入 SYS模块 IMP ORT SYS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定义 定义一个 因为我们要从一个 从一个日志 一行日志里面呢 提取有用的信息 我们就先定义一个函数 DF 定义这个函数呢 我们要返回一个字典 一个读取一行日志 返回一个字典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就叫DICTIFY 下滑线 然后是LOG LINE 就读取日志中的一行 小括号 小括号里面呢 接收日志中的一行 冒号 然后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就要准备返回一个字典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传进来的 传进来的这个一行日志 把它用空格拆分开 SPLIT 下滑线 LINE 等于 LINE SPLIT 那么这个方法 是制服串的方法 我们现在拿到的日志呢 一行日志的数据呢 就表示一个字服串 然后我们用这个空格 因为这里呢 没传参数嘛 没传参数 就用空格把它拆分开 拆分成一个序列 放到了这个前面的 SPLIT LINE 这个序列里面去 放这里来了 放这里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提取 提取 把提取的提取呢 返回一个字典 我们就直接RETURN RETURN一堆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的内容 我们就自己写了 第一个 我们就是返回 那个客户端的那个地址 远程的访问的这个地址 我们就叫REMOTE MREOTE 下滑线 MREMOTE 下滑线 HOST 那么这是名称 字典呢 是建子对的 前面这个野号 引起来是名称 冒号 后面的子呢 哪里来呢 后面子呢 就从上面的序列里面 去提取中间的元素 这个中间的元素 第几个 我们这个是IP地址嘛 就取第零个 就是我们前面看到了 前面看到了这个日志 在这 这个日志 第一个 这是第零个 那么用空格隔开的话 这个杠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然后这个呢 是第四个 因为我们用空格隔开嘛 它不管你这中括号和野号是不是一对的 这是第四个 然后这是第五个 空格 这是第六个 然后继续 正常情况下这是第七个 这是第八个 如果是这个是第八个的话 那后面的输出字节 这就是第九个 我们要取的呢 是IP 这是第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 这是第八个 第九个 这是第一个 第八个 第九个 取这三个字段 好 用空格拆开 你看其他的都是这种格式 都是这种格式的 所以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 这种结构猜 猜出来的呢 取的就是第一个 第八个和第九个 好 回到我们的这个代码当中 回到我们的代码当中 这是第零个 哦 不对啊 这是第零个 如果它是第零个的话呢 后面那个就是第九个和第十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 这个是第一个 也就是第零个 然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元素 然后第四个元素 第五个元素 第六个元素 哦 这还有 第六个元素 后面第七个元素 第八个 然后这边呢 就是第九个 对 这是第零个和第八个 第九个 我们刚才把这个呢 算到了一起 漏了啊 然后因为后面这个协议 http协议 跟前面这个请求的这个地址 加网页 加这个网页名称呢 中间还有个空格 所以呢 是第零个 第八个和第九个 好 按照这种结构 按照这种结构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提取到了第零个 作为弟子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元素 用逗号隔开 第二个元素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就叫状态 status 冒号 这是支点的嘛 记得这个名字 然后我们就往外去取数据了 那它里面的值 就从split下划线line 然后中括号第八个 实际上是第九个啊 虚号所引为八的是第九个序列 第九个元素 然后第三个 第四点中的第三个元素 就是发送的字节长度 bytes下划线sent 那么这个值呢 冒号我们就从split下划线line 序列中的列表中的第九个去 OK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字典发送返回了 那么这个第一个函数就完成了 回到开头 第一个函数呢 就是返回一个读取一行 日志返回一个字典 那接下来呢 再写个函数 生成一个日志报告 ENGENGENERATE 生成小划线日志 小划线报告REPORT 括号 那么生成日志报告呢 这里呢 就应该接受一个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 好 那在日志文件当中 在这个函数里面 我们就先准备一个报告字典 REPORT 下划线 下划线 DICT 先等一个空的字典 这是报告字典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循环日志中的每一行 FALL LINE IN 然后LOG FIE FIE 然后冒号 冒号 接下来呢 在这个循环体当中 循环体里面 退进去一块 我们先拿到 先拿到这个一行日志 因为我们在循环整个日志文件吧 每一行 每一行呢 就产生一个字典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就准备一个LINE 下划线 DICT的字典 从哪里来呢 就从上面这个函数 上面这个函数调用 把我们当前拿到的 每日志中的每一行 传给这个上面这个函数 让它给我们生成一个字典 生成完字典以后 我们在下面就PRINT 打印这个字典 把这个字典呢 打印一下 PRINT 然后接下来 再加上一个错误处理 CHET CHET 在这个CHET的语句里面 我们就 检查一下 这个发送的字节长度 别出错了 准备一个变量 BYTES 下划线 SENT 然后等于什么呢 我们用NT函数 对我们拿到的 这个字典中的 字典中的字节长度 进行转换 看它能不能转换 万一这一日志的结构不对 我们拿不到 没拿到那个正常的数字 它就转不了 转不了呢 这会就会出错 所以我们这个NT这里呢 就对它进行转换 转换谁呢 就是那个下滑线 字典 这是那个字典 就我们从那一行里 解析到的字典 从这个字典当中 我们去找名字 叫做 叫做这个 字节 发送字节长度的 这个名称 拿到的是里面的数据词 拿到它里面的数据词 我们用NT进行转换 放到这里来 那么有可能会出错 就是这日志里面的这款 如果发送不成功了 没有拿到这个 发送数据的话 那么它转成整数会出错 如果出错的话 我们在这里头 普货错误 EXCEPT 普货什么呢 可能是这个 子转换的错误 就VALUE EROR 如果出现这种 子转换的错误的话 那我们在这里头 在这里面呢 就Continue C-O-N-T-I-N-U-E 退出 退出循环 如果没有退出的话 在这个 TRI 这个 普货遗产语句的下方 我们就 开始 设置一下 报告 REPORT 下滑线 我们上面呢 上面是准备了一个 报告字典嘛 REPORT 下滑线 DICT 我们就开始往里面设置 Set Default 括号 括号里面的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这个IP地址 LNE 下滑线 DICT 中括号 中括号 REMOTE 下滑线 HOST 就先取到那个 置点中的IP 然后第二个参数 给它空的列表 往里面添加 APPEND D 括号 添加 添加什么呢 就添加这字节长度 我们在这里头 如果是正常的话 就继续往下执行了 如果出错的话 就退出了 那正常往下执行呢 我们就把这个字节数 添加到对应的 这个字典当中 报告字典里面 好 最后 跟我们上面的负循环 对齐 在这个负循环 对应的这个位置上 RETURN RETURN什么呢 就是RETURN这个报告字典 这字典呢 当循环设置完了以后 最后把这个报告字典返回 好 如果你这个脚本呢 是要独立运行的 你要传一个 要传一个这个日志文件 给它的话 那么我们在下面呢 可以自己做一下检查 EF 如果下滑线 当前模块 作为组模块运行 作为组模块运行的 两个下滑线 MAIN 两个下滑线 那么 如果这个模块呢 是作为组程序运行的 那么我们在下面呢 就检查一下 这个SYS呢 有没有参数传进来 EF 如果 如果没有参数传进来呢 我们就 直接打印一下文档的信息 然后退出就行了 NOT LEN 括号 检查这个SYS的 ARGV 如果大于1的话 如果大于1的话 那么 我们就 如果这个SYS 这个 长度 不大于1 我们前面是NOT NOT 不大于1的话 那我们就在这里头呢 直接 Print 一个DOC 就行了 当然我们 没写什么DOC 没写那个DOC 实际上没有内容 如果你要想写的话 你自己在上面 加上一些注释 给我们当前的文档呢 加上一些注释 就是文档的 这个字不串 在最前面 在最前面 在这个这里 这里加上三个野号 然后这里面呢 你自己写一些文档信息 我们这里就不写了 这里随便写一点吧 这里我们随便写一点 比如说 把我们这个模块名字写上去 APACHE下滑线 OG下滑线 然后是PRSER下滑线 SPLIT.py 这是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日志解析的文件 你后面要传这个日志 ROG下滑线 ROG下滑线 FILL 传个日志 就可以了 其他的我们就不写了 就这个样子了 继续 继续在下方呢 PRINT 打印了文档的信息了 然后我们就退出 SYS.EXAT 括号E 退出 这是没有 没有这个传参数的情况下 我们也就不知道 要这个读取哪些日志 那L是 L是呢 就是有参数 或者是呢 如果那个 如果继续往下执行的话 那就说明呢 我们这里面呢 没有进到这个判断里 如果继续往下执行 进到这个判断里 就退出了 所以我们在这下方呢 也不用加L是 我们就直接去 拿参数 拿 如果有参数 大于1了 那我们就取出来这个参数 Fill 下滑线 InFill 内姆 我们放到这个变量里去 通过SYS.ARGV 中括号 去取它的1 第二个参数 拿到这参数以后呢 我们这里加个错误处理 我们就开始呢 让它去读取 先把这个文件 InFill内姆呢 拿到里面的内容 内容呢 我们就放到InFill里面去 等于Open 去打开 打开这日志文件 这个日志文件呢 就是这个名字 拿到的参数的名称 方式是读取 加个R 那么有了这个 读取的日志内容了 那接下来 如果不出错的话 我们在后面呢 就开始去读取 让它产生一个 日志的报告 那如果出错 如果出错呢 那它有可能 就是没有找到这个文件 EXCEPT 比如说你给参数的时候 你把日志文件的 名称写错了 那么可能 它就找不到这个文件 找不到这个文件呢 出错 这里可能就会出现 IO遗藏 IO错误 如果出现 IO错误的话 那在这个 后面就print 打印 告诉它 你这个文件 无法解析 找不到要解析的文件 这里输一些错误信息 YUMUST SPECIFY VALID 一个 PRSE 好 这就是输出的一点 那个提示的信息 如果就找不到 这日志文件的话 那后面呢 你要愿意 就再把这个DOC 打印一下 好 这是出错的情况下 记得还要退出 SYS的EXIT 或号E 那如果不出错 正常往下执行了 如果正常往下执行了 我们在这里 就拿到这个日志报告 准备一个变量 LOGREPORT 这个日志报告 就是个字典 上面 上面这个是 有一个报告字典 在这里面创建的 然后如果去解析的过程当中 是正常的 那么在这字典里头 就有这个设置 好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去拿通过调用上面的这个产生日志报告的这个方法去读取 括号 在这里呢 去调用它去拿到这个日志的报告字典 那这里呢 要参数 参数呢 就是日志文件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这个日志文件里的内容已经读到了这个INFILL当中 就把它传过去 OK 好 那有了日志报告了 就可以把这日志报告字典打印出来看一下 Print LOG 下滑线 REPORT 这个是一个字典 最后呢 记得要关闭 INFILL 点Close 这个INFILL呢 是在这个错误处理的这个代码下面 所以呢 这个INFILL INFILL呢 执行完了以后 要把它Close关掉 C-L-O-S-E 括号 关闭 啊 那这个 这个Print的解析日志的脚本就完成了 保存一下 那我们现在呢 去对它进行一下测试 测试我们这个报告函数是不是对的 先不管它 先不管这个 呃 模块的整体的运行 我们呢 就先测试一下这两个函数是不是正常的 如果是正常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呢 去作为一个参数 直接执行这个模块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写一个测试的程序 这个测试程序呢 我们已经事先写好了 在这里呢 直接把这个文件拷贝过来 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 这个代码呢 实际事先也写好了 为了让大家理解这个脚本解析的过程 所以我们重新敲了一遍这里面的代码 好 这个呢 保存一下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就写一个测试 看一个测试文件 如果你要自己做的话 非常的简单 你就在这里新建 新建一个文档 然后新建文档的时候呢 这个也是一个Panfit的测试 单元测试的文件 也把它保存成一个Panfit的脚本文件 比如说这个测试呢 咱们就给它起名字 叫做TEST TEST 下滑线 Apache APACHE 我们来测试刚刚写的这个 Apache日质解析 PRSER 然后下滑线 SPLIT P.py文件 好 保存 那么像这个日质 像这个单元测试 要测试我们上前面写的这个脚本 是不是正确了的话 那么首先呢 我们跟前面一样 你要先设置一下自行的环境 是Panfit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这里要用到的模块先导入 我们要测试 主要是对前面的模块进行测试 那我们就导入 一个是单元测试 UNITTEST 这个模块 UNITTEST 是这个Panfit里面的标准库里提供的一个单元测试的模块 我们直接拿过来用就行了 除此之外 我们要测试的对象 是那个Apache APACHE -L-O-G -P-R-S-E-R -S-P-L 我们要测试呢 是我们刚刚写的那个Panfit的模块 我们那个文件 所以呢 要把它也导入 然后接下来呢 就开始写测试的测试的这个 class了 写个测试类 这个class呢 自己起名字 叫TESTA 我们叫测试Apache日志解析 Apache 然后P-R-S-E-R 测试日志解析 那这个日志解析的类 测试类呢 肯定不是我们自己重头写的 我们直接去继承一下单元测试下的测试类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直接告诉他 我们继承这个模块下的TESTA TESTA CSE 就继承这个类 然后我们这个类里面呢 你就可以写一些 定义一些这个测试的方法 就OK了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定义的测试方法呢 你都要塑进一块 首先先定义一个SETUP UP 那么这个SETUP呢 里面呢 我们什么都不用写 里面什么都不写呢 加一个PSS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呢 还要再写一些这个测试 单元测试的这个例子 所有的需要运行的测试方法 也就是所有的测试方法呢 都是TESTA开头的 然后后面叫什么名字呢 你就可以自己起了 那对于我们这个例子来说呢 我们就要测试 我们那个前面的写的 这个解析的字典日志 就解析一行字典日志呢 是不是正确的 那至于那个报告呢 应该没什么问题 报告的测试呢 要给文件的 我们就测试那个读取那一行 有没有问题就行了 然后里面的代码呢 因为这个要写很多的 要写很多的这个日志的内容 所以呢 我们视线写好的呢 就把它考过来看一下就行了 考过来 在我们下载的课程实验中呢 已经写好了这几个文件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直接把它copy过去 我先把这个另外两个文件 就是用赠则表达式的方式 做的这个文件拷贝过来 复制 或者是呢 我们直接拖过来也行 直接拖过来 在这里呢 先射小一下 打开文件夹 直接放到我们的这个 当前文档的主文件夹下 放到主文件夹下 就直接放到这里来 等一下我们好运行 把我们下载的课程实验 直接放到这个主文件夹下 粘贴过来 还有刚刚的这个 刚刚的这个文件里面呢 我们就用这个G4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我们把这几个测试的单元 copy过来 拷贝一下 回到我们的这个 回到我们的 Ubuntu下 在文本编辑器里 把它粘贴过来 好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来看 我先生把它最大化 在我们这个 日志文件里面的 这几个测试 注意啊 它的一个硕镜 要保持一字 这里都扫写 扫一个空格 要保持一字 那我们这里呢 首先是一个组合的 组合的粒子测试 所有的这个测试呢 都要传 因为它属于这个 测试类的方法 所以呢 都要有第一个参数 表示那个 当前实例自己 表示当前实例自己呢 下面里面的测试的方法 我们先模拟一个 组合的日志 一行日志 这是输入的一行日志 那我们这里的这个日志呢 你会流行观察 你从那个日志文件来 考一行也可以 第一行的日志 这个呢 可以说是完整的 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字节 这个用空格隔开的 这个字段呢 比较长 这个大家敲的时候呢 自己小心一点 不要敲错了 如果你要敲错的话 那我们的测试呢 可能是不成功的 好 那我们在这里拖动的时候 你会观察到 除了这个前面的 前面的这个结构都一样啊 除了这个状态码 和输出长度之外 后面的还有内容 就是一个 HTTP的路径 然后再加上这个 相应的其他的 这个浏览器的一些信息等等 那么像这个日志 这就表示一行日志 我们就是用这个变量存 这一行字符串 模拟 要测试的这个 产生字典的 读取解析 提取数据的这个方法 是不是对的 如果给一行这样的正确的 这个字符串 然后再去调用 调用阿发其日志模块中的 这个字典解析 这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前面写的这个 这个方法 调用它 在测试文件里面 这块呢 就是模块名称 点 后面就是它的那个 模块里的这个函数 我们再调用这个函数 把前面准备好的这个日志 那个日志 这一行字符串 这个变量传给它 这就是我们要测试的 这个函数 要测试的函数 参数也给它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就调用 当前类 这是个测试类嘛 当前类的断言相等 断言相等呢 就是后面这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我们调用这个函数的结果 如果它这个结果返回的字典 跟我们后面给的这个字典值 是相同的 那么这个测试就成功了 如果它给的这个值是不同的 就是这个测试的这个方法 返回的值 跟我们给的第二个字典的结果 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测试是失败的 这就是一个单元测试的方法 这个测试呢 你看这里写的 REMOTE-host 然后后面呢 是这个应该是127.0.0.1 这127.0.0.1呢 就是提取的这个 然后接下来 后面 如果呢 它的状态码 状态码 我们给的这个字符串 测试的字符串 如果提取以后呢 应该是200 所以我们断言它是等于200的 那输出长度 2326 我们在这里断言这个长度 发送的长度是2026 那么你这个名称啊 还有这个提取的值的 都应该是对的 就是事先你知道 提取了以后 这个方法 如果写对的话 应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断言呢 它是一口相等的 断言相等 如果这个测试失败了 那么这个结果呢 就会告诉你 它是失败的 结果是什么 都会给我们显示出来 那这是一个组合的例子 然后接下来呢 再测试一个公共的例子 这个公共的例子 前面我们也看到了 那个日志文件里头呢 有的日志文件呢 是后面多几个字段 有的是这个长度短一些 那我们像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再变一种方式 我们把从2226后面呢 把它结了就没有了 这一行日志 就到2326结束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去调用这个模块中的 获取这一行的字典 这一字典的结果 注意啊 这个名称不要写错了 这个名称 第二个测试的方法 这个变量名称呢 我们把它改了改 这是公共的 然后在这个公共的日志当中呢 这个字典 我们也是断言 它等于相应的这些数据值 那我们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到后面断言呢 就跟前面是一样的 断言它是不是 这里面是公共的这个例子 断言它是不是正确的 也是断言正确 那下面呢 还有一个测试 额外空白的 测试额外空白的这个呢 内容跟这个测试呢 是一样的 我们就在这里呢 你可以试一下 要不要加多一个空格 在后面加多一个空格也行 我们就测试它是正常的 这个应该也是对的 然后最后这个测试 最后这个测试呢 是一个不良格式的测试 这个所谓的这个不良格式呢 我们把这个要测试的字符串 给它加多一点内容 比如说 你看前面呢 都是找这个 getApache-pd.jf的这个图像 而我们这个下面呢 在这里面呢 多了一个空格 这块多了一个空格 那么这还多了一个空格 那么这里多了呢 这个格式肯定是不良的 如果格式不良的话 这种格式不良的话 那么我们用空格 用空格呢 进行这个拆分 然后这个报告提取到的数据 肯定是错的 肯定是错的 按照我们这个结果 127.0.0.1 状态200 2326 我们给它一个错误的格式 那么这个结果呢 应该是断言失败的 好 那这个写了 这里面呢 写了四个测试方法 都是test开头的 测试方法 然后这四个测试方法呢 我们就运行一下 如果是有最后这个断言是失败的 前面这三个通过的 那就应该是正常的 好 那我们怎么样运行这些测试呢 这里先保存一下 先保存一下 记得这个名字啊 这个名字叫 test-apache-log-解析.split.py 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测试 在这里进行测试呢 很简单 我们就在这个终端下 直接运行 Panfit 空格 告诉他 要执行Panfit 后面的测试的脚本 test-apache-log-prser-split.py 告诉他 用Panfit的解释器 去执行这个命令 那么执行这个 不是这个命令啊 执行这个脚本 执行这个脚本 敲回车 我们看到了这个结果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呢 这个最前面第一行 三个点 就表示前三个测试方法是通过的 前三个是测试成功的 三个测试成功呢 就三个点 点就表示通过 然后这个F呢 第四个 第四个F呢 就表示失败 那么失败是哪一个呢 在下面有详细的失败的信息 这个详细的失败信息呢 就告诉你 是这个测试这个格式不良的 这个方法出错了 出错呢 那个 在后面呢 就有详细的 就是断言 我们断言的时候呢 这个断言错误 拿到的这个状态 成了这个了 因为我们把格式里面 加多了几个空格内容吧 加多了几个空格内容 按照原来的那个 空格拆分的位置 提取的第八个 应该是第九个 第九个和第十个 我们用这个索引八九 去取的状态码跟 状态码跟这个字节数 对应呢 就拿不到了 你看这个就错掉了 状态码错掉了 还有这个长度 长度呢 这个发送的字节长度 成了http斜线1.0了 位置对不上了 而我们断言的这个结果呢 在这 我们断言的这个结果呢 这个状态码是200 然后这个字节长度呢 是226 它对不上 所以导致我们这断言失败 这就是这个执行这个测试 自己写个测试 测试一下 你写的这解析是不是对的 好 因为我们这里没装 阿帕奇啊 所以暂时呢 这里头日志文件呢 就暂时不运行了 如果你找到阿帕奇日志文件的话 你可以直接运行前面这个模块 然后给它个参数 把那个模块的日志文件 给到它就行了 然后继续 继续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的两个文件 另外两个文件 我们已经拷贝过来了 这里直接打开看一下 当然大家自己做的时候呢 要自己新建一个Panfit的脚本 然后去把代码照着课程实验 给的代码输入就行了 不要输错了 那我们在这里呢 介绍一下另外一个 用赠则表达式解析日志的方式 因为这个SPLIT啊 这个就是用空格进行解析呢 它是按照位置去取的 按照位置去取呢 很可能会取错了 就是说很可能会是取错的 就是说一不小心呢 某一个字段里面有空格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解析日志呢 提取数据就可能是错误的 那我们再看一个另外一个 用赠则表达式来提取数据的 在这 提取数据的这个PY文件脚本 差不多我们把它打开 在这里呢 用这个文本编辑器打开以后 我们看啊 现在呢 这个测试 我们是搞了一个 正者表达式的编译的对象 在这里都要用RE正者表达式 前面呢 把RE导入 那这个编译的这个对象的格式 用了一个原字符串 原格式的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里面呢 第一部分 第一个我们要提取的主 一个小括号主 这就是IP地址 那么这个IP地址呢 在这里面呢 就按照这个正者表达式的去取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呢 是空格 这是我们不打算要的 这个斜线小写的S就表示任何空白 在这里呢 可以出现多次 管它多少次呢 这空白是我们不想要的 第三部分呢 这个非空白的 刚好跟那个S相反的 我们也不要 这个位置呢 实际上就是日志名称 我们在那个日志名称里 那个日志看到的都是一个杠 在那里省略掉了 然后第四段呢 又是空白 这个我们也不要 这个第四段空白呢 就是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个 这个空白 这是第一个 然后这个空白呢 是第二个空白 这是第三个 日志名称 然后空白 然后继续 基本上是用户名称了啊 基本上是用户名称 在这儿 再移除掉用户名称 这是第四个 然后接下来又空白 再接下来呢 再接下来这款呢 我们知道这个格式 前面我们看这个格式呢 接下来就是中括号 扩起来的 中括号 扩起来的这一部分 那么这一部分呢 实际上我们在日志当中 它是一个完整的字段 所以我们在 用空格拆分的时候 会出错 因为它包含了两部分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直接用中括号 用中括号 扩起来 告诉他我们这一部分呢 左边一个中括号 右边一个中括号 然后里面的这些内容 才允许他 除了这个写线之外的 除了这个中括号 左中括号和右中括号之外的 任何内容都包含在内 这个表达式就是中间的时间 然后时间后面呢 再来一个空格 这些我们都是扔掉的 匹配到了以后呢 我们不要的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引号 引号开头的 这是引号结束 然后中间 除了引号之外的 任何内容 这个托字符呢 就是非 后面什么什么 非 其他的 那么这个中括号里面的 这个内容 不是中括号里面 这里面的这个 引号里面的 这个内容都表示 请求的这个 FOST 第一是请求的 这个路径 请求的这个 完整的路径 然后这个请求路径 也不是我要的 所以不给他加小括号 提取 这部分也扔掉 然后再接下来 又是空格 哎 接下来空格 后面的这个状态 我们就要提取了 那么这个状态呢 在这小括号里头 这就是我们要提取的数据 状态后面空格 空格后面呢 又是我们要的 这呢 就是直接长度了 我们要拿的直接长度 最后 至于关于 直接后面有没有 我们就都不管他了 这边搞一个新号 有没有 这个空白都可以 全部都把它扔掉 我们就要提取的 就是前面这三主 提取到了以后干嘛 在下面 在下面的这个 呃 支点 支点里面呢 我们就去通过前面 前面的这个 前面这个是日志行 赠泽表达式对象 通过这个赠泽表达式对象 然后格式已经给他了嘛 匹配的模式已经给他了 我们就找那三个主 然后告诉他去匹配 匹配谁呢 传进来这一行 就是这个代码呢 我们把全面用空格拆分的方式 换掉了 用赠泽表达的方式 赠泽表达式的方式 去匹配 匹配到这三个子主 这个M 然后匹配到的话 一辅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就去取 提取主字典 放到这里来 然后去检查一下 如果这个字节长度呢 等于这个杠的话 如果等于杠的话 那我们在这里 就给他设个0 就说明呢 这个他这个字节长度呢 可能是要付状态码 发送失败了 没有这个 发送这个字段 没有呢 发送字段 我们就给他付一个0 然后呢 就把这个group字典 分主了字典返回就行了 如果前面这个M是空的 那咱们在这里呢 就告诉他 这里面的这个 提取的时候 这个地子是none 状态也是none 发送的字节是0 我们就给他一个默认的字典 就说明这里解析出错了 这一行呢 解析不到这个对应的数据 好 那下面这个报告 下面这个报告呢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跟前面一样 只不过呢 是上面的这个方法 提取日志的方法 把它换掉了 底下呢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些呢 我们就不多解释了 最后呢 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关于 Apaq 用正则表达式方式的 测试文件 这个测试文件呢 跟前面一样 你也去建一个PY文件 测试开头的 其实叫什么名字 没关系 你要知道是测试 这个正则表达式的 解析日志脚本的 解析日志模块啊 在这里应该叫模块 好 那我们再来打开 那我们再来打开 我刚刚考过来的 另外一个 test开头的 Apaq 日志 解析 正则表达式的 这个 把它打开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的代码 这里面的代码呢 跟前面那个测试的 代码差不多 也是呢 先导入 单元测试模块 然后再导入 我们要测试的 那个Apaq 我们自己写的 这个日志表达式的模块 把这两个模块导入以后 跟前面一样的呢 写一个测试类 这测试类呢 去继承 继承 这个单元测试的 测试case类 然后我们这里的 前面setup 空着 下面写试个 这试个 其实你考过来就行了 考过来呢 就运行一下看 因为我们既是呢 这个测试的断言呢 不管你这个格式怎么变 只要你这个中间的 这个中括号里面呢 有空格 不管是有没有空格 有多少个都没有关系 还有这个get引号中间的 这里面有没有空格 也都没关系 它都不会出生 出现什么问题的 就你在这里写错了 也没关系 因为按照正则表达式呢 它应该能正确的 能正确的找到 这对应的东西 因为它不是用空格猜分呢 按照正则表达式的 这格式进行提取的 那我们这个断言相等呢 就都应该是通过的 这样呢 保存一下 把它都保存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终端测试 跟前面一样 Panfit 测试 Apaq 但是这个文件呢 可就不是split了 这个是那个正则表达式的 regex.py 执行一下 好 我们看这里啊 这里的测试 四个点 四个点 四个点呢 就说明我们这测试的四个方法都通过了 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这里呢 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关于那个用这个Panfit的脚本 怎么样去提起日志 如果用空格提取的话 你要小心 不代表着每一行的日志呢 都是这个标准的格式 然后它里面的中间呢 内容不包括这个空格 我们人看呢 可以很清楚的分辨 如果你要不想出错的话 你可以按照它统一的日志格式 用引号引起来的作为一个字段 然后用综括号扩起来的作为一个字段 那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用这个正则表达式呢 就解析日志就更好一点 当然在读取日志的时候 你肯定要根据自己解析的日志呢 自己去设置格式 我们今天的例子呢 就是学习一下 怎样用Panfit的脚本 用Panfit的脚本呢 对这个日志解析了以后呢 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你想要的数据提取到了以后 你要做什么呢 大家就可以自己去 做相应的这个操作了 好 那今天呢 关于这个日志解析 关于日志解析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主要就是学习一下 用Panfit的脚本 对日志解析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一个文本字符串 按照指定的格式呢 你把它拆分开 拆分开 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然后你再把你想要的东西提取出来 好 今天的这个课程 关于日志解析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再见